花蓮縣原住民行政處每個星期六晚間 在東大門旁邊的SASHA市集 舉辦了原住民手作商品展示活動 其中火舞街頭一人表演技術更是一絕 表演者與火互動的舞蹈 藉由肢體技巧和道具使用 在觀眾前呈現出特有的畫面和軌跡 花蓮縣原住民行政處每個星期六 都會在東大門旁邊的SASHA市集 舉辦原住民手作商品的展示活動 其中火舞表演精采度更是一絕 讓欣賞的觀眾是熱情如火 而這都必須經過長期的表演經驗累積 才能夠降低表演火舞時被燙傷的危險程度 火舞本身的話 不能說很困難 對 因為 最難的地方應該是 你要去了解它 因為你如果會怕它的話 可能很多動作你會做不出來 然後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會在沒有火的情況下先練習 把那些動作練習好 對 然後有自信在台上呈現出來的時候才會把那些動作放上去 每一場的表演時間只有20分鐘 讓台下的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震撼破表 除了有精彩的火舞表演之外 SASHA市集 匯集了青龍店家 文創小店與青石飲品 充滿了休閒文青風的氛圍 彷彿置身在國外 在假期來到花蓮旅遊的遊客 更多的一處欣賞在地表演的好地點 記者臨結 花蓮寺 蔡白摩大王